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DEV分享,我是Alton 新频道创作不容易,如果我的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大家给个关注点个赞 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接下来,开始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 今天我并不适合大家去分享如何去搭建V2Ball 实际上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产品,对它也不了解 但是我知道很多机场都是通过V2Ball面板去搭建的 昨天网络上有消息流出,开原项目V2Ball被爆严重漏洞 直接导致过百的这个站点,超过400余万的这个数据被泄露 这些被泄露的数据包括了注册机场所使用的邮箱 Hashigo的这个密码,套餐信息,订阅链接等等 目前攻击者已经将多个机场全站的用户数据发布到TG频道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已经有机场把邮件通知用户准备跑路 接下来和大家分析一下这期事件发生的这个原因 这个是V2Ball的这个官方的这个仓库 出现这次漏洞的版本主要是在1.6.1的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在今年的10月17号发布的 最近大概已经有两个月了 这个版本是在,这个修复的版本是在1.7.0之后的版本 最新版本是1.7.1,也是在昨天发布的 然后给大家分析一下它出现问题这个代码 它的代码是通过PHP去编写的 给大家简单的去看一下吧 首先它从这个require的请求头去获取到用户的这个认证信息 然后去判断这个认证信息是否存在 如果不存在的话就是直接返回这个会登录 然后最重要是后面这串代码 这串代码就是出现漏洞的原因 首先它会判断从缓存去获取这个认证信息 如果缓存里面没有这个认证信息的话 会走下面这串认证的这个逻辑 最重要是下面这一步 当用户认证信息是存在的 的话它直接把这个认证信息从缓存里面获取 然后直接返回 这里它的逻辑问题就是没有判断这个用户是不是一个管理员 只要有缓存认证信息就直接返回了 这样的话如果我是用先用普通用户先去登录 缓存就会有一个普通用户的认证信息 然后再次请求这个管理员这个认证接口 这样的话就会直接返回认证通过 从而获得了这个管理这个权限 它大致出现问题应该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简单去看一下 下边我也跨了一个流程图 方便大家去了解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最后也是今天最重要的 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网络安全我个人的一些实践 给大家提供参考 首先尽量不要用国内的邮箱去注册不重要的网站 像机场小众的一些论坛博客的 建议使用Gmail等其他一些国外的邮箱去注册 或者使用我下面这种推荐这种匿名邮箱这种方式去注册 第二注册所使用的密码尽量使用随机制服券 千万不要用自己常用的一些密码去注册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密码是不是被加密存出了 甚至有可能你现在注册这个网站是一个钓鱼网站 目的只是为了收集你的个人信息 第三如果这个网站是用邮箱去注册的 而这个网站又不太重要 你可能只是想看一下它里面其中一篇文章 但是它尝试要求你登录才能查看它的详细内容 这样的话你可以先尝试随便输入一个邮箱去注册一下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网站都会在注册的时候立即去验证你的邮箱 如果最后不行你就可以使用匿名邮箱这种方式去注册 最后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真实信息去注册这些不重要的网站 像有些机场如果它是要求用手机号去注册的 那我建议你换一家 使用手机号注册网站的时候大家最好考虑清楚 这个网站是不是真的对你有用 或者是这个网站也是长期需要使用的 如果是不重要的这些网站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拒绝用手机号去注册 即使是小号也是一样 因为小号也是实名的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匿名邮箱 匿名邮箱这里提供了三种方式 第一种的话就是这种类似于ProtonMail这种邮箱 它是一种高匿名的邮箱 这种邮箱相对于我们国内的一些QQ邮箱或是Gmail它那种邮箱的话 它会提供一种比较高的一种隐秘性 因为它是支持使用Top浏览器去访问的 也就是通过暗网去访问 这样的话就是相对于 相对于国内或是Gmail等那些公开那些邮箱 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比较隐秘一些 打开 通过Top浏览器打开看一下 可以看到当你使用Top浏览器去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 它会跳转到一个洋葱网络地址 也就是通过按网这种方式去访问 这种方式的话就是提供一个比较高隐秘性的一种 一个邮箱服务给你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兴趣看是不是要使用这种邮箱 第二种的话就是临时邮箱 临时邮箱的话就是用来临时注册网站用的 这种这种话就是一次性注册用的 就是他只是提供一个临时的一个邮箱给你使用 使用完后就会没有了 就是比较适合你注册一些临时的网站用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的几个网站都是我在谷歌里面收集来的 平时我自己也会用到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搜索或是参考一下 我先打开这个给大家看一下临时邮箱的使用方式 其他网站基本上都是这种逻辑 首先当你打开这个临时邮箱网站的话 它会随机分配一个邮箱地址给你 然后的话你就可以拿着这个邮箱地址去注册你所需要注册的网站 发送验证码然后或是发送邮件的时候 这里的话就会刷新出来你需要的这个邮件 然后用完的话就直接关闭就可以了 就是一次新使用的 第三种的话就使用这种邮箱转发这种服务 像Dotup Go的话它是提供了一种邮箱转发 就是像中转的一样的一种服务 给大家去看一下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访问这个网站的话 它会要求你去安装一个插件了 因为它是需要通过插件去使用的 无论你是谷歌浏览器还是火湖等其他浏览器 一样都是要安装的 然后我这边点一下安装 安装完成后你刷新这个网站 它就会 之前我这里已经登录过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注册 我先退出一下 再刷新一下 首先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的话 没有注册过 你可以点这个Go Study 然后直接下一步下一步这样子 然后上面这里要填两个邮箱地址 第一个就是你要你要注册着这个 wwwgo这个匿名邮箱这个服务这个邮箱地址 大家可以跟自己去定义去注册一个 下面这个地址就是你要需要你保护中转转发这个邮箱地址 举个例子我这里123456QQ邮箱 这样的意思是我需要把这个发送到这个www这个dat这个邮箱地址 把它的邮箱中转到我下面这个QQ邮箱下面来 就是如果你要注册其他网站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邮箱地址去注册 那这样的话 这个网站就不会记录你自己这个邮箱地址 就起到一个中转隐秘的一个作用 因为我之前已经注册过 然后我这里登录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退出后再次登录 它会让你输入你那个dub邮箱 然后它会发送一个一次性密码 去到你那个被加密的那个邮箱 就是中转后那个邮箱 你打开你那个邮箱就可以收到一个一次性那个登录口令 我这边看一下是不是输出 我这边看一下是不是输出 这里输出了输出了一些历史的一些邮箱信息 输入口令之后你就会登录登录成功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界面 这里有三个tap 第一个就是自动填充的一些配置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账号一些信息 你可以更改你这个需要转发的这个邮箱地址 或是你把你这个账号删掉也是可以 第三个就是一些支持相关的 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个autofill这个tap 这里面会显示你自己刚才注册这个tap的邮箱 然后下面他这里有个有个就是隐秘地址一个自动生成 也就是你可以随便去生成这个邮箱地址 你生成完这个邮箱地址 当你使用这个你使用tap去注册网站的话 你可以用两种方式去使用 你可以用你注册这个地址去注册 也可以使用这些零食一次性的这些邮件地址去注册 使用下面这种方式的话就是你用完一次 你就可以在随机分配 生成一个相当于一次性的一个零食邮箱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使用哪一种 如果你这个邮箱是长期 这个网站你是长期使用的话 你可以用上面这种 如果你是临时想注册去看一下这个这个网站 或是去去注册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的话 你可以使用下面这个一次性邮箱 就是其实也就相当于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个临时邮箱 是一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邮箱的一个匿名邮箱的介绍就到这里 下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sms接码 就是短信发送这种 如果某些网站他要求你用短信或是用手机去注册的话 你可以使用接码平台去注册 这里我推荐两个我以前用过的这两个网站 它里面也是提供了很多一些国家一些手机号 你可以选用选用这些手机号的话就是 当然是需要收费的 这种发送短信的这种需要收费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然后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当然我们使用临时邮箱过是这种 接码平台去注册这账号的话 大家要有随时 随时这个邮这个 注册这个账号是没办法找回这种打算 也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注册的网站是不重要的 你才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去注册 大家注册之前要自己做一个基本的判断 最后的话就是有一个密码管理工具 密码管理工具的话 其实应该大家都有了解过 我这边也不想跟大家过多去介绍 因为我自己快也没有用过其他的一些平台 像lastpassword之类的那种网站 我自己也没有用过 我自己快 大家如果是看过我之前视频的话 也知道 我其实是用一个自己搭建的一个密码管理 服务去提供这个密码管理的 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管理自己的密码 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第二点 大家注册网站的时候尽量使用随机制服券 大家就可以用这种密码管理工具去管理密码 像我自己注册这些 我自己使用这些账号的话 所有平台所有账号 我的密码都是随机的 所以说相对来说 如果我某一个网站 它是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的话 我不至于把我的密码给泄露出去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看 选择自己合适的产品 当然后面我也可以出视频给大家介绍 在我现在用这款自己搭建这种方式去搭建自己之间的一种密码管理工具 网络隐私保护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 好了 本次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大家记得点赞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